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的3月21日,然后我们今天是来回访3月1号在这个建阳来美工业园这里做的一个巧克力在玉米上的一个实验示范,然后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下这个巧克力的回访啊,然后也是邀请到了我们这个玉米的老板,王老板, 王老板,你好,那这个咱们3月1号当时做这个巧克力的实验的时候,您也有在现场哈,有在现场,然后您现在这个巧克力的实验效果呢,现在也已经出来了,您现在也已经看到了,您对于这个巧克力的这个目前的这个作物的表现的话,您感到满意吗,满意是吧,然后因为我们,咱们这个从实验到现在啊,也已经 20天的时间了,然后更多的呢,是这个,呃,它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实验表现啊,您是最清楚的,然后您现在能给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介绍一下,就是,呃,咱们这个巧克力在这个玉米上的一些表现效果嘛, 呃,这个巧克力啊,呃呃,哎呃,呃,效果比其他的ulsio来看,就是说,呃,呃,夏的时候,到现在我感觉,比其他的ulsio好一些。 它主要是您看到它主要是表现在哪些方面啊 颜色比较亮 颜色比较亮是吧 然后还有其他的吗 还有那个棍子好像比较粗一点 棍子 棍子 就是杠子 就是这个杆是吧 比较粗一点 比较粗一点 然后它的这个玉米这方面呢 它那个长势呢 看起来呢就是比较均匀 比较均匀 对不对 然后咱们当时这里有咱们这个实验牌子哈 咱们当时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是总共从这边属是总共是做了五列 五排的 五排对 然后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哈 这边呢就是使用了咱们巧克力的一个效果的表现 然后这边呢是没有使用巧克力的 然后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差距啊 王老板 现在玉米长成这样感到高不高兴啊 感到很满意 很满意是不是 嘿嘿嘿 下次咱们下次用肥的时候是什么时间啊 可以下最后一次肥了哈 咱们这个玉米是一年下三次肥啊 这一批下三次肥 然后过段时间这几天就开始下第三次了 那第三次肥的话 您对这巧克力是不是要接着用啊 第三次肥的话应该就是下那种高磷肥了 高磷肥 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咱们这个巧克力啊 配着咱们这个高磷的服务肥啊 继续像我们之前给您那个做实验的时候一样 继续这样搭配着用就可以了 再这样的话 而且还不增加我们的使用成本 所表现的效果呢 咱们也是能够亲眼看到啊 剥肥使用成本是和之前的呃 使用成本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 所做出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实验效果 大家看一下叶片非常的浓绿 然后长势非常的平均 然后这个干子呢 这个玉米杆呢 是非常的粗壮的 好感谢王老板的讲解 谢谢